徐扬似乎也没想到 云霄竟然能够为了自己付出这么多 甚至包括他的生命 就在这一瞬间 云霄在徐扬心中的位置 也悄无声息地得到了改变 而随之换来的 则是徐扬更加狂暴的力量降临 他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挡在自己的身前 一刹那间 徐扬身上的那个精致的宝盒再次开启 时空在一刹那间陷入了停滞 和其短暂的一个恍惚稍纵即逝 可是对于徐扬来说 这停滞的一瞬间对空禁锢 能够让他释放出的操作实在是太多了 将挡在自己身前的云霄 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而后徐扬一点眉心 虚空周围无穷无尽的剑芒 已经在这时间停止的一刹那 全部锁定在了这月光女神的身体周围 光明法则与堕落天使强大无比的天使领域 完美融合 以光一暗 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 徐扬在这一刻 终于释放出了自己的双身羽翼 一半天使心向光明 一半恶魔心向黑暗 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一刻 完美呈现在了玉古神器的本体之上 这道本体剑芒也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而当这脆弱的一瞬间掠过之后 月光女孩看到了这一切 在她的内心深处 数时也是被震惊了一瞬间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族 如果不是注定要成为我的敌人的话 我真的舍不得将我的力量降临在你的身上 遗憾的是 你我之间的这一战 本就是宿命的安排 徐扬冰冷一笑 我从来不畏惧来自任何强大力量的挑战 说实话 我也不想与你为敌 你圣洁如同月光一样完美 但我却不知你为何就这般铁了心 要将我斩杀于此 徐扬的一番话 似乎无意间戳通了这完美女孩的内心 也同时在这一刻 虚空中所有的剑芒 打在少女月之光环的表面 竟然都在请客之间全部被融化掉 这怎么可能 徐扬并未在刚刚那一瞬间 感受到女孩身体周围的这道光芒 有任何法则力量的气息波动 也就是说 女孩之所以能够轻松的融化掉 所有的剑芒 纯粹都是凭借她的本体力量 而按照徐扬的认知来看 她至今都还没有遇到过 任何一个能够完全不需要 任何外部功法手段 就能够屏蔽自己剑芒的存在 这几乎是无法在理论上 能够说得通的认知 我知道你现在心中一定充满了疑问 不瞒你说 所有你传承云望姬和天使一脉的力量 都对我是无效的 因为 我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女儿 在听到这样一种认知之后 徐扬整个人彻底傻在了原地 他是真的没想到 天使月修和当年的云望姬 在五月天当中 竟然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血脉 这怎么可能 月修前辈从来没有说过 他和云望姬之间还有这样的过往 完美女孩眼神中的冷漠 更加浓郁了几分 那个女人早就已经淡忘了一切 她从来都没有给过 我一天作为母亲的温暖 我活了几十万年 就是为了向他们两人复仇 或许我原本就不该存在 这个世界上 复仇是我唯一的使命 听到少女这样一说 徐扬和不远处的云霄 都是心中一阵 本能地开始同情起了 这个绝美的女孩 她拥有这世界上 所有女子梦寐以求的一切 美貌血脉力量 却从来没有被感情的温度包围过 就这样孤零零地空活了几十万年 想来她的灵魂如此纯粹 也正因为此世间的污浊 从来没有在她的身上停留过一分一毫 可徐扬和云霄却同时有了共同的一种想法 这样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除了被世人当成神一样膜拜和瞻仰之外 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剧 你竟然还拥有这样的过往 不知为何 我已经无法对你下得去手了 你既然是云望级和月修的血脉 我更加不可能让你陨落在我的手中 但你若执意要杀我 我愿意替他们二人 替你的父母 扛下你心中所有的怨恨 徐扬大手一挥 直接撤去了自己释放出体外的 全部用来镇压对方的能量 而后用自己的本体就这样硬生生的扛下 来自这纯美少女无语伦比的蔑视一击 徐扬 亲眼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的云霄 只能痛苦的大喊着 他不认为徐扬在扛住这一击之后还能够活命 然而 当这所有的一切喧嚣重归于平静之后 云霄整个人彻底傻眼了 因为他看到徐扬就完好无损的站在原地 而刚刚月光展一击 并没有被这少女又丝毫的留守 眼前这完美圣洁的少女完全想不通 到底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的月光之力就是为了克制堕落天使和云望街剑道的力量 如果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杀了你 那么除了我之外 不可能有任何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竟然能扛得住我最强的一击 还能满好无损 徐扬不可能告诉对方 自己身上的祖龙之父铠甲 早已经穿越了这世间力量的极限 完美屏蔽了月光展的攻击 他宁愿在这一刻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 让这个缺少温度的完美女孩 活得一丝温存 你并不清楚 在你的父母内心深处 从来都没有忘记你的存在 只不过他们二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使命 就连他们两个也不能长相厮守 更何况你这个血脉了 而你的存在 或者正是他们两个人彼此心中最大的慰藉 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两个人便永远不会感到绝望 我传承了他们两个人的力量 体内自然拥有着他们对你的思念 或许正是一种特殊的情感 让我能够免疫你的一切能力 你的月光根本伤害不了我分毫 徐阳话音一落 轻轻抬手之间 刚好对准虚空中那泛白的月光 这一刹那间 璀璨的月盲 竟然像是得到了徐阳的召唤一样 迅速化作一道倾泻而下的银河之光 将徐阳团团笼罩其中 沐浴着这令人舒朗的气息 眼前的月之少女终于流下了泪水